他說好爪 整座你看 鋼筋外樓 天花板剝落 水珠還不斷滴下來 台南歸人區龍門世家三期 和倒塌的圍貫金龍大樓一樣 都是由圍貫建設負責 地震發生後 地下室機械停車場 問題全都跑出來 住戶痛批 建商沒良心 走啦 慢慢走 你沒看 還在滴水 你覺得他拚一下嗎 失控拚一下 做了嗎 不好 到屋主家裡一看 地板和牆壁到處都是裂痕 階梯磚隆起掉落 外牆磁磚也掉落一地 施工品質讓人看了直搖頭 不過住戶透露 早在地震發生之前 房子就有問題不斷 很陷就很陷 買到 算我們 我剛才買來的時候 今天水公就 地下就判斷 那種地板在這裂上就破壞了 現在告訴我們高速 就算反應也沒有用 住戶只好自認倒楣 但在地震發生後 住戶更懷疑 房子可能有下陷的情形 有一種下陷的彎曲的現象 由這個看 應該是跌落 但到那邊的地方已經流下去了 微貫金龍大樓倒塌之後 林明輝惡行惡狀陸續曝光 之前被拖欠工程款的承包商就透露 林明輝蓋房子 確實是偷工減料 他的隔間是用青隔間的石膏板 然後連磁磚 所以移動的漏水情形很嚴重 西遊公是廁所的部分在漏水 整棟樓的結構問題就這麼多 房仲業者也說 微觀建設風評向來不好 房子不好賣 所以這類的案子乾脆不接 沒想到地震今天一震 微觀金龍大樓整棟倒在地上 微觀建設遭到起底 自家大樓到底有沒有問題 龍門世家三期住戶也開始憂心 記者蔡雙吉 許台軒綜合報導